那当然这个对照组就是拜登啦 拜登去这个中东绕了一圈嘛 有没有 沙鲁地阿拉伯重中之重 结果离开之后留下很多后遗症啊 沙国的外交部长等等 相继接受美国这个媒体的访问 都在这个吐槽拜登 比方说呢 关于这个哈绍吉 这个记者的死亡 到底拜登有没有当面去跟沙国王初讲 沙鲁地阿拉伯就说没有啊 就没有啊 对不对 话讲这么直接是故意的 就是要给拜登难堪 所以呢 有没有修复美国跟沙鲁地阿拉伯的关系 看起来是没有 说不定更糟 但是啊 俄罗斯普丁来了 跟伊朗之间呢 好 我们看到双方讲什么话 双方讲了很多很多互相的好话 哎呦 谁在哪里啊 好 普丁先说 呼吁西方国家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使伊朗能够在任何领域 不受歧视的自由展开合作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心有栖息焉嘛 因为俄罗斯也是长期被制裁 那伊朗的最高领袖说什么呢 他夺挺俄罗斯 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啦 反对一个独立跟强大的俄国 所以他认为俄罗斯被制裁被反对 是因为独立而强大 这就是不着边际的赞美了一下普丁嘛 然后呢 他告诉他 这就很重要哦 如果俄国没有向乌克莱派兵 往后也会面临来自北约的攻击 看到没有 在他的逻辑来讲 因跟国是刚好相反的 就算他没有攻打乌克莱 以后北约也会是攻击这个俄罗斯 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背景 大家要记得 这个伊核协议 大家记不记得 伊核协议在这个之前签了之后 签了没两年 就川普自己把他退出 自己退出以后 严厉的制裁伊朗 特别是伊朗的这个石油等等之类的 所以既然你这样对我 我也没在客气 所以伊朗就快速的推进了核计划 提高了浓缩油的浓度 然后一方面等于是美国亲手 把伊朗推到了俄罗斯的阵营里面 其实是这个调调 所以这两个人见面 我觉得心有戚戚 那对于伊朗来讲 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得到的好处可多了 他拿到了一个史上最大的订单 伊朗跟俄罗斯的企业在德黑兰 这是伊朗的首都 签了一个伊朗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协议 金额多少呢 400亿美元 内容是什么呢 很重要哦 伊朗的油气田的开发 天然气的出口管道啊等等 就是他被制裁的项目 大千你怎么看 对啊 就伊朗的确是在 被这个美国跟 美国拜登的刻意操作之下 把他推向了 跟俄罗斯更紧密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美国拜登的这种 外交操作的过程当中 就是非有吉敌的操作模式里头 他把很多国家都推向了俄罗斯 这就是我们担忧的 就是说这个当新冷战成型之后 我们更担忧的是这个新冷战 会慢慢走向一个极端两极的状态 所谓紧密两极状态 就是极端对立的一个局势 现在看起来就是如此 因为伊朗 你说原本他可能还不至于 要跟这个俄罗斯 有这么紧密的互动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拜登去访问沙奥地阿拉伯的时候 他在访问前是怎么说的 他是要结合沙奥地阿拉伯 所谓这个波斯湾的海湾国家 要结合在一起来对抗伊朗 他把伊朗视为是中东未来的一个 潜在的地缘政治的敌人 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操作模式 反正每个地方都要找一个坏人就对了 而伊朗是坏人 既然美国已经把伊朗当坏人了 伊朗当然一不做二不凶 他就直接跟俄罗斯就变成是一个 背靠队的关系 我们要坏人联盟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俄罗斯叫北韩的建筑工人 要跑去重建乌东地区了 然后接下来伊朗对俄罗斯的 这个俄乌战争可能也会提供一些声援 然后包含叙利亚现在开始宣布 要跟这个乌克兰断交 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全世界的地缘政治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对立的集团 已经正在逐渐的成型当中了 那当然对伊朗来说 他跟俄罗斯结盟 他可以得到来自于俄罗斯的 这个经贸投资 他可以得到来自于俄罗斯的 很多相关的天然的这个原料的资源 这对伊朗来说这是绝对划算的一件事情 他不用独自的去对抗美国了 所以伊朗 俄罗斯 北韩 甚至现在连中国大陆 叙利亚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通通都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 非有吉敌的操作模式 而被被迫爆成团了 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 但是很有趣的 你看到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的这个团 跟以俄罗斯中国为首的这一团 两边的关系 哪一个边缘的关系比较紧密 比方说这次你看到拜登跑到中东去跑一趟 至少沙亚地阿拉伯关系没有修复 对不对 薪酬救恨全部涌上来 但是普丁到了伊朗之后 双方讲的话 包括中俄之间所谓的背靠背的关系 这两大集团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一方面是仇人集团 但是好像仇人集团的感情比较好一点 当然了 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制裁 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来自于美国的孤立的力量 其实还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拜登这一次到中东 跟这个普丁这次到中东 其实双方高下就立叛了 你光看普丁跟这个伊朗的互动 光看普丁跟土耳其的互动 为什么土耳其要跟这个普丁会面 是因为土耳其准备要处理 这个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的这个民兵 所以他需要得到来自于这个俄罗斯的支持 来自于伊朗的支持 所以他们才展开了这一次的 所谓和平进程的高峰会 但是你会看到的是 当拜登跑到阿拉伯国家的时候 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重视 对 所以我就要问你 你看拜登他希望 沙兰地阿拉伯这个增采石油 人家也没有答应 然后另外他说他有帮沙兰地阿拉伯 建设这个5G 然后沙兰地阿拉伯事后 事后接受访问拜登走了以后说 我们不排除华为系统 等于是打脸拜登 这两个诉求都没有达到 的确 而且沙兰地阿拉伯的官员 私下还讲美国的承诺 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在 这个沙兰地阿拉伯在中东地区 最大的问题 他在西亚在中东 光是因为这个阿富汗的问题 光是因为伊拉克的问题 其实美国的信誉就已经扫地了 这就是为什么沙兰地阿拉伯 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海河会 加三的这些国家 不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 组成一个中东的北约 来对抗伊朗 这本来是拜登的如意算盘 每个国家中间都会有一些矛盾存在 但至少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 伊朗也好 俄罗斯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他们至少没有让这个矛盾台面化 在台面上的时候 总是这个背靠背 双方的话真的讲得很漂亮 但是美沙之间不是 那个冲突直接台面化 而且不止如此 等到你拜登走了之后 他们的外长还主动去接受 美国媒体的访问 就是为了要吐你 所以这种外交手段 真是差异很大 我会认为说其实美国政府 在这些年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已经被看破手脚了 他们总觉得说 他们外交操作的技巧很高超 他们可以玩弄全世界于鼓掌之间 但是这种把戏搞久了 当你信誉扫地的时候 其实你接下来所要做的承诺 或者是你接下来所要采取的策略 就不见得会被大家买单了 像沙古地阿拉伯甚至像东协 甚至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 都是同样的问题 美国都试图在这些地区 要开始拉帮结派 开始进行结盟 可是你会看到这些国家 表现出来的兴趣缺缺的这种 这种打脸的态度 其实是让美国政府很难堪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插手全世界各国的事物 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好聚好散的过程了 就永远你都是看到说他拍拍屁股 丢了一个烂摊子就走掉了 刚才这个秀芳讲到说 你说伊朗跟俄罗斯 伊朗跟俄罗斯其实他们关系很紧密 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内战里头 伊朗跟俄罗斯是站在阿萨德那边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维持很紧密的关系 现在在美国拜登的这种刻意操作之下 我相信他们未来的关系会更紧密 所以莫名其妙的 美国就替自己所谓的盟国 塑造了一个最大的对手了 就原本可能这些人都是分散 其实美伊的关系以前也不错 他们在这个1980年才断交 对啊 他其实应该这样讲 美国其实不需要多线作战 可是美国现在在玩的一个把戏 却变成了是多线作战 到处点火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这些 美国所设定的地缘政治的敌人 通通推在一起 成为一个最大的对手 大家今天我还要讲一下 这个伊朗拿到了这个史上 最大的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的内容 寒冰我们刚刚说 就跟伊朗的油气开发有关 天然气多重要 最近的新闻大家也没看到 欧洲热浪来袭嘛 好像到处失火死了很多人 但是欧洲的夏天很短 马上进入寒冬 到了冬天欧洲那个天寒地冻 没有暖气活不下去 所以俄罗斯如果断气的话 大家知道有多么严重 这个北溪二号的问题 国际能源总署的董事已经讲了 只依照来自非俄国来源的天然气 绝对不够 这些供应量根本没有办法 满足欧洲的一些需求 同时分析欧盟国家 必须在未来几个月 把天然气的储备增加到90% 才可以在没有能源短缺的情况之下度过冬天 这一切一切都告诉大家 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是非常难过的 然后普丁在昨天也讲了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已经正在 全力履行所有业务 但是因为设备维修进度缓慢 所以我们供应欧洲天然气的 北溪一号产能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 有没有告诉你 我们愿意配合 但是没办法 这边北溪一号再修 然后二方面你看到 他给伊朗最大的一个订单 对不对 他这个策略真的是玩得很漂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我要请韩冰讲一下 伊朗的央行的高官已经说了 伊朗出口商可以通过指定银行交易 进行卢布交易去美元化 有没有去美元化 不断的再提 克里姆林公的发言人也说 俄裔之间会合作减少西方制裁的影响 以后慢慢的就不用美元 整个把它扬弃掉 甚至前两天还说 现在Swift我们也不用 也不需要用了 我们现在对接一切顺畅 因为他们两个都被排除在Swift 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那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用美元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被抵制 对他们两国来讲 当然要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交易 所以他可以用卢布 也可以用人民币 就是不要用美元 这是很基本的 那现在整个情况 其实已经摆明了 因为如果这句话是台湾 台湾讲出来的话 这个国际能源总组 可能变中共同路人总组 你讲出来完全政治不正确的话 可是这就是事实 而且这开战之初 我们就知道了事实 只是大家都不愿意承认 那既然他现在开口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 欧洲这些国家准备认输了 是啊 他就是准备要撤退了 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 所以你看普丁这句话 也很有玄机 我们在维修 不见得来得及 普丁就跟你讲 看你要给我让步到什么地步 不然我就慢慢修 修到你们没有的天然气为止 修到你天寒地冻受不了为止 所以我觉得西方形势比人强 他不能不低头 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结局 只是看他怎么样学 陈时中要华丽的转身 让自己比较漂亮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 适合 20